首先看到了這一個 這個是客家族群的彩腳戲 然後呢 另外呢 那一面 我們也有 影片 它就是 引説到這個稻子 從開始 稻子下去 清泡成稻長牙 然後再從那個母 長出一些些羊的時候 然後再報庭庭裡去辭 還有那個高山茶葉的一個採集 一個影片 這樣子的一個介紹 那我們知道 客家很有名的一個 民族的一個歌謠 就是 三歌傳唱 那除了這個三歌傳唱以外 他們還有一個大戲就是這個 台腳戲 客家的一個台腳戲 那這裡面呢 介紹的就是一隊 賣豆腐的戶戶 他們怎麼樣的一個打拚的一個戲曲 這樣子的一個來呈現 然後另外呢 我們這邊還有一些客家族群 他們的一些 作家的一些師作的一個介紹 那我們知道說客家族群呢 他們很重視他們的民族的一個語言 他們說呢 寧可沒有祖宗田 但是也不忘記他們的祖宗言 這是他們在客家族群裡面 常常傳的一句話 然後再過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 如果說到那個 屏東的煙龍 我們就會看得到 這個是煙龍 就是風培煙葉的一個場所 那我們這邊呢 也有採集了一些煙葉 來做一個呈現 然後上面那個煙龍那個呢 它主要是要調節它的溫度 這樣子 那再過來呢 我們來接下去 這邊呢 是我們透過那個 電視的一些影片 來介紹客家族群的一些歷史紀錄 那再過來呢 這邊還有一個影片的介紹 這是那個 代表客家族群的一個影片 是李喬 李喬作家他的秦貝大帝 也就是1895年的紀錄影片 這個 然後再接下來呢 就進入我們台灣的 台語的文學區 台語文學區 我們才進來一點 沒關係 我們再進來 我們這邊有看到很多書 但是這個裡面有真書還有假書 怎麼叫真書跟假書 有些是真書呈現 有一些是用那個 用那個 用那個 印刷 然後弄上去的 所以我們看會說 哇!好多書喔 其實它是真的書跟那個 印刷的時間 印上去的 所以它上面是有印書 喔!我懂的 然後這邊你再走前面一點 這邊 這邊 這邊就有放真的書 這邊有放五個 有些講作品 OKOK 不要啦 喔!我懂 我講這什麼是印書 真書跟假書 真書跟假書 這樣講好像有點 有點怪怪 超小的 對 以為是那種 真假 應該是說 印刷書跟那個真書 嗯嗯嗯嗯 那我們知道說 台語的部分呢 它都是用那個 羅馬拼音 找些 那些台語文字 我們現在呢 有一些那個 小學都會聽一些本土語言 像這家也有客家的 台語的也有台語的香土語言 那我們的香土語言的教學呢 現在在這個 基層學校小學學校都會有在上 那每 每天上的有的 是用羅馬拼音 等等 給教育下一半 然後在這邊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的台語 台語的歌曲 我們這個有一架 留聲機 然後還有那個唱盤 我們知道我們早期 都是用黑膠唱盤 所以我們這邊也有 這個早期的留聲機 然後這邊還有音樂的播放喔 如果有興趣 也可以來點點看 很不錯 裡面我們有抓了很多 早期的一些歌曲啊 像喜樂歌啊 森水無色啊 我們來仔細 都來聽一下 來回味一下 很不錯 然後再過來呢 我們這邊呢 就是介紹了一些 百利心 裡面呢 我們就佈置了一個像 葡萄城 然後來做一個呈現 然後在這麼多個詩作 裡面都很精彩 然後呢 我個人蠻欣賞 這邊請用這個詩作 我們可以來呢 練給大家聽聽看 大家會懂台語嗎 懂台語 所以這邊呢 這一位詩人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對 這邊呢 我覺得這個詩作喔 講起來喔 你聽到這個 聽到這個文句的 那個文字的句數的時候 你不會有連同這個畫面都會出來喔 我們就說 欸 台語的 那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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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 有興趣我們可以念 那不然我就念給大家聽好了啦 好 這個 這個作者呢 是那個 宋澤來作家喔 我們咧 他總共分成四段喔 第一段喔 好 那是到 那是到 平春 就要浪漢的時尊 到 有的 三輪 親像 多明的 溫水 好 那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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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陸細 到 那麼 那 1920 那是到 那夫人 那他們 那是到 那 Her 都在 세�ess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 Mamora 很適合 ヴィログ 這麼適合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 我們來看這兩棋 這是以前的補電器 補電器 這就像童年的時代 聽說那時候補電器是已經演到 通常到賣金錢 因為大家都要看補電器 所以到夜的時候時間到 大家都照在電視邊看 不然太燙太燙了 所以後來被進 就不可以再看 再來鴨皮裡面 它就介紹一些鴨皮 例如鴨雞、天馬草房 都有一個播放 謝謝 這位是鴨雞 是鴨雞 鴨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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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 要再看就看了 這樣 這就是師父說 你這個時代 這個主人家 因為他一個女孩 他又跟他一個 這個主人家他一個好生 他又跟他一起去 那個社群羊 因為 找到一個主人家 家到中落 然後那個 兒子後來也 上誌了 然後那個媳婦呢 後來怎麼樣去努力 後來媳婦想知道 怎麼樣從這個 傳統的一個觀念裡面 怎麼樣超過出來的一個過程 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你在這個 楊婦 這個 那個主伴的媽媽說 都是客家 你在這個 南部這裡怎麼看 對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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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知道還有人在養 有 還有人在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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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看到這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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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跳房子 跳房子 格子 沒有 以前沒有玩具 以前沒有玩具 所以 就只能在地上畫 對 畫格子 然後一個一個這樣子跳 然後再丟那個瓦片 丟瓦片 然後再瓦片這樣拿起來 再跳回來 可能你不知道怎麼玩 他玩過 他是玩故鄉的 是喔 他沒有玩過 都沒有玩過 好懷疑喔 那我來表演一下好了 我來表演一下 那現在瓦片啊 你腳那邊要放瓦片嗎 對 這邊就是要放 我們這邊要 對 然後你就這樣子 一個 兩個 一個 一個 兩個 一個 然後又回來 對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再剪一個畫 丟 就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丟 看你丟到哪一個 然後下一個玩的人 丟到了那一個 他就不能踩到 對啊 他就要跨過去 這也是蠻有挑戰性啊 你如果幾個人一起玩的時候 就是都被人家站走了 那你說 我到這邊的時候 如果這邊都被站錯了 你怎麼辦 就要跳很遠 就跳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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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一個挑戰性啊 這樣子的玩法 我們今天這個年輕人 真的討厭 好好好 好好好 對 就是這樣走 對 所以這個裡面 我們那個館裡面的一個 策劃呢 也真的好用心喔 他在每個格子裡面呢 他就做了一些心具 就有這個 一些同事同 丟媽咖 白靈絲 台語 這個可以 這個大教授看嗎 很趣耶 你有要試試看嗎 丟媽咖 兩條咖 對 對 對 這個阿爸 要在家 在家 對 對啊 來 白靈絲 對 兩次吃飯去 吃到雞仔去 多一道 挑到一千尺 對 那這炒米粉 對 對 這也經常都在問 你那個炒米粉 對 他會炒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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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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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炒米粉 你的炒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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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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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大邦 郭大邦 這就是麻煙 所以我們要有這樣想 要再看一看 說比較順 像這個貝金說 我們常常聽同事 常常有話 貝金說 來吃茶 來吃香蕉 香蕉蕉蕉 來吃香蕉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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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蕉� 嗯 然後這邊呢 有一個歌仔戲的 一個幸福的一個呈現 嗯 嗯